讲到记录第八十六篇试题,读经以福所书三章十一节,这是赵神永远的计划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。 计划以此,原文与罗马一章十三节的定义同字根,一章九节都是照他的美意在自己里面所计划的,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 定义,十一节,这原是那位随即一行做万事的,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 预定,可一座计划,英文为,何谓永世神在永世里有个永远的计划? 这计划乃是照着他的旨意所定的。 我们要知道神这永远的计划是什么,首先就要知道永世是什么。 从圣经我们能够看现,永世有两面,我们可以分别称为第一个永世和第二个永世。 请见下图。 第一个永世,天上第二个永世。 地上,第一个永世。 约翰一章一节的太初,乃是道的太初。 对于道的太初,我们不知道他的时间,道的太初乃是无始的永远。 这就是第一个永世。 道的太初和创世纪一章一节的起初不同,这起初是宇宙的起初,是有时间的,是可以算时间的。 其他说到第一个永世的境界是,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和以弗所一章四节的创立世界以前, 笔前一章二十节的创世以前,以弗所三章十一节的万世以前, 提后一章九节和提多书一章二节的万古之先,以及罗马十六章二十五节的永古,这些经节都是说到第一个永世,就是无始的永远。 第二个永世,以赛亚六十六章二十二节说,新天新地长存,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也说到新天新地。 此外,启示录二十二章五节说到永永远远,这集处圣经所说的乃是第二个永世,就是无中的永远,这也是没有时间的。 第一个永世和第二个永世,实际上在天上乃是合一的,贯通的,从永远到永远,没有时间的因素,既不能算何时开始,也不能算何时结束。 然而在某一个时候,神来创造宇宙,自创世以来,时间就开始了,就可以算时间了。 所以从地上来看,永世可以分为二个,创世以来有时间这一段,把这两个永世借在一起。 创世之前的永世是第一个永世,乃是无始的永远,时间之后的永世是第二个永世,乃是无中的永远。 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,我们对永世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,就可以来看神永远的旨意是什么。 以弗所三章十一节说道,神有永远的计划。 在希腊文里,这节的计划,与罗马一章十三节的定义同此根。 神有永远的计划,这指明神在第一个永世里有一个定规。 按照以弗所一章九节,这个定规首先是照他的美意,第二是在他自己里面所计划的,第三是要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。 在希腊文里,美意就是欢喜,也可以说是喜欢,神因着他的喜欢就定了一个旨意,神因着他的旨意就定了他的计划,神因着他的计划就有了一个奥秘来成功这计划。 神的旨意乃是在神心中的,神的计划是显明于外面的。 神的计划就是神的中心,就是神的目标。 神永远的旨意就是从永世到永世,到在第一个永世里的定规和旨意,到第二个永世里完全的这成功的。 神命令的旨意,与神允许的旨意,神的旨意可以分为两种。 一种是命令的旨意,一种是允许的旨意。 神命令的旨意,就是命定的旨意,乃是从永远到永远的,是在天上通行无阻的。 神允许的旨意,是由神的先线,与之,发出的,是出于神命令的旨意,是绕过世界而达到永世。 创世以前与创世以来。 义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的。 神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定规了的。 神在创世以前,究竟定规了什么计划? 约翰十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,创立世界以前,父就已经爱子了。 故此,神在创世以前第一个定规,乃是爱上了他的儿子。 笔前一章二十节说,在创世以前,神就预定子做基督。 神在创世以前第二个定规,乃是预定他的儿子为基督。 以福索一章四至五节说,神从创立世界以前,就在基督理解选了我们,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,拣选人,预定名分。 这里告诉我们,神不但预定子为基督,并且在基督理解选我们,预定我们的儿子的名分。 提后一章九节说,神在万古之先就将恩典赐给我们。 提多书一章二节说,神在万古之先就应许我们的永生,就是有分于他的生命。 这两节告诉我们,围着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,神预定我们的恩典和生命。 这一切都是神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。 神计划的成功是从创世以来的神的计划,是创世以前就定规了。 但神计划的成功是从创世以来完成的。 神在时间里成功他的计划。 神是如何成功他的计划? 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告诉我们,从创世以来主就已经被杀了, 并且从创世以来,我们的名字就已经被记在生命册上了。 西伯来四章三节说,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。 马太二十五章三十四节说,创世以来,国就预备好了。 因此在时间里,神创造万有,并借基督来完成救赎, 将蒙救赎者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, 使他们的永生并借此建立他的国度。 这样我们能够看现神永远的旨意, 乃是神在第一个永世里,就是创世以前所定义的, 这就是神命令的旨意。 虽然神这永远的计划是在创世以前就定规的, 但他却是从创世以来,经过世界来成就的, 这就是神允许的旨意。 至终,神永远的计划要成功于第二个永世里。 相同的旨意。 Granny的百歳